大家好,我是晨宇 相信人人都有好奇心 好奇其他人的收入 好奇其他人的生活 當然也好奇別人嘴裡那些 絕對不能說的秘密 但知道事情的真相 真的會讓人滿足喜悅嗎? 還是有時候反而會造成難以撫平的傷害呢?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好奇心殺死貓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站在西方一個名為美麗國的國度 在一個偏遠村莊住著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孩 這女孩名叫珍妮 每個男孩一看見她 都無法將眼神從她身上移開 但無法移開眼神的理由不只是因為她的容貌 而是因為她脖子上總是記著一條綠色的絲帶 所有人都好奇這條神秘絲帶的用途 但也沒任何人敢尋味這位氣質詭異的女孩 時間過得很快 記著綠色帶珍妮也長成了一位亭亭玉麗的美少女 同時也認識了一個名叫阿福的男生 在這最清澈的年紀 兩人當然很快就墜入了愛河 就在某一天 阿福總算受不了心中的好奇 終於向珍妮詢問了那禁忌的問題 你為什麼總是要戴著那條綠色帶啊? 她對你來說是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沒想到珍妮居然拒絕回答這個問題 但就算不知道綠色帶的真相 阿福依舊是真心愛了珍妮的 兩人也當沒這件事般繼續過著 平凡的生活就這樣不知道過了多久 時間終於來到兩人的婚禮 當牧師詢問兩人是否願意誠實相愛 私守一生時 阿福又再次詢問了關於那綠色帶的問題 但珍妮依舊沒有告訴阿福那條絲帶的意義 只是跟她說 如果想知道答案的話 需要等待時間的流逝 阿福居然也就這樣接受了珍妮這 含糊其詞的答案 完成了兩人結婚的儀式 當然他們也幸福快樂地生活了一輩子 直到兩人年老後 這時的珍妮生了重病 幾乎已經到了病入高荒的階段 但脖子上依然記著那條綠色絲帶 阿福總算忍不住了 在人生中第三次詢問那條綠絲帶的意義 珍妮也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了 終於決定要在丈夫面前揭曉這個人生的秘密 她慢慢解開這條綠色絲帶 然後她的頭整個掉下來了 這故事的原初處已經不可考 今天所說的故事是經美國作家 阿爾文·施瓦之手改編 並收錄於西元1984年出版的 《在黑暗、黑暗的房間和其他恐怖故事》 這本書中的版本 這本書是收錄當時流傳在民間的恐怖故事、 詩歌和都市傳說的合集 除了今天的綠絲帶外 還有六個故事 若大家有興趣下回再和大家聊聊 那今天這篇內容詭異的綠絲帶究竟有什麼含義呢? 在歷史上 女性的警戀或絲帶象徵過不同的東西 17世紀末法國大革命 由於法國在羅伯斯比爾的領導下 進入了恐怖統治時期 會嚴格處置一切反革命的嫌疑者 在當時有數千人被送上斷頭台 在這種血腥的氛圍下 一種被稱作受害者舞會的聚會開始流行起來 女性們會將一條鮮紅的天鵝絲絲繞在脖子上 模仿著斷頭的模樣 但彼此並不明說 神秘笛向受害者們表達敬意 但到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 警戀又變成性工作者的象徵 從法國畫家愛德華瑪奈於1863年創作的奧林皮亞 就可以看出那條黑色絲帶 所帶來那性感與神秘的意味 由綠絲帶這個故事和當時警戀的文化意涵 可以看出那條絲帶就象徵著每個人身上 或許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旁人過度的好奇真相也不一定會帶來好的結果 有時反而是好奇心會殺死貓 好奇心會殺死貓這句諺語最早出現在 莎士比亞於西元1599年創作的喜劇 無事生非中 劇中的經典劇 喂!放出勇氣來朋友! 雖然憂愁能傷害貓 但你是男子漢 你會把憂愁趕走的 這裡運用了貓有九條命的傳說 說明憂愁可不是一條命就能承受的 而就在莎士比亞使用這樣的說法後 Care killed the cat 這句話也被收錄進了當時的片語與意言字典中 後來在19世紀末 美國大文豪歐亨利也在1909年的短篇小說 《學校啊學校》中調侃了女性的嫉妒心 如果一致公認女生的感情對貓生命不利的話 那嫉妒心很快就會讓這世界一貓不慎 這也與女性的用具顯示了當時這 好奇心會殺死貓早已廣為人知 現在也成為了調侃他人好奇心過程的用語 而在東方當然也有這樣過度好奇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們的東方有名為漢帝國的國度 在這國度中住著一位信譚的書生 大家都稱呼他為譚生 這時的他都已經40歲了 卻都還沒有找到適合的另一半 只能常常慷慨激昂的送讀詩經中有關愛情的篇章 希望有一天能有女性了解他那豐富的內在 時間就這樣不知道過了多久 就在某一天的半夜 有一位年紀看起來15、6歲的姑娘來拜訪譚生 這位姑娘長得非常的漂亮 身上的服裝飾品也都是最稀有的款式 當這美麗姑娘一見到談生時 居然直接熱情的請求他和自己成為夫婦 這個已經擄40年的單身漢 當然馬上就答應了這個請求 但在行使夫妻關係之前 這位姑娘有個奇怪的要求 這姑娘表示自己和一般人不一樣 她不喜歡被燈光照的感覺 要等到三年之後 譚生才能打開燈照亮她 這要求其實並不難達成 譚生也就這樣答應了姑娘 兩人也順利地結成了夫妻 時間就這樣過了許久 這時兩人的兒子已經兩歲了 但那個不能被燈光照的奇特要求 還是成為了一個好奇的種子 在譚生心中不停的成長發芽 就在某個夜晚 譚生終於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她便等妻子睡著後 瞧瞧點亮了燈並掀開她的被子 不看還沒事 一看便嚇得屁滾尿流 她腰部以上是個正常人 而腰部以下居然只有枯骨 沒有任何的血肉 譚生這一連串的反應 當然也吵醒了妻子 原來妻子真的是鬼 但說更精確點是個等待復活的殭屍 她復活的條件是必須在三年內 不能被發現她是鬼的事實 但就只差一年了 姑娘只能難過於說到 你真的辜負了我 我都快要復活了 你怎麼現在就照亮我呢 邊說還邊難過的哭泣著 這姑娘雖然是鬼 但她對丈夫與孩子的感情都是真的 雖然復活失敗了 但她還是希望孩子能得到丈夫好的照顧 便要求譚生跟隨她走一趟 她要留下最後的禮物給這位在陽間的丈夫 不久後兩人走進一棟華麗的住宅 那裡的裝潢擺設都不同凡響 姑娘拿了一件看上去就相當名貴的珍珠袍 送給了譚生 希望在她離開後 丈夫能繼續幸福的生活下去 就在短暫道別後 姑娘撕下了一片譚生的衣角作為紀念 兩人便天人永隔了 時間就這樣不知道過了多久 失去了賢慧七死的譚生 又變回那落魄的魯蛇 無氣可食的她 只能抱著當時那件珍珠袍來到市場上兜售 最後由貴族衰洋王的家人買下了她 譚生也得到了千萬美的銅錢 但衰洋王一眼就認出了那個珍珠袍 她一看便憤怒地說道 這是我女兒的衣服 怎麼會在市場上呢 一定是有盜墓賊挖開了我女兒的墳墓啊 便派人去將譚生抓起來嚴刑拷打 被打得半生不死的譚生 完全照實回她 但瑟洋王還是不相信 便親自去看了女兒的墳墓 不只看到墳墓完好 甚至在挖開墳墓後 還在棺材蓋底下發現了譚生的那片衣角 而譚生的兒子在仔細打量下 也確實很像她的女兒 雖然王這才相信了譚生所說的一切 並承認她是自己的女婿 還賞賜她不少的東西 讓譚生和兒子能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 譚生這個故事出自於近代甘寶 所蒐集撰寫的智怪筆記小說 搜神記 搜神記中除了這篇外還有許多奇異的鬼怪故事 若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我們有機會再聊聊 譚生與西方的綠絲帶都心丈夫受不了好奇心 揭開妻子真面目的故事 不知道大家在這兩篇故事中又看到了什麼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那如果喜歡成語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按下訂閱鈕 也可以點擊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 你們的支持是我繼續創作動力 有任何問題或任何想聽想看的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今天就說到這邊 我是成語 我們下回 再見